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针养花的YouTube频道 今天这里是有网友让我提醒一下 就是在什么地方拍的视频 特别是买花 这个地方是Costco来的人都应该很熟悉 今天我们快速的说几种花吧 先说现在这是裸根 现在是三月底裸根植物 这种这是bleeding heart 叫什么地血的心 或者叫做叫什么荷包 叫什么荷包牡丹 它已经发芽了 你看它里头裸根已经发芽了 这种如果你要是三月底四月初买的话 你可以买 如果时间再长的话 这个bleeding heart它的根很容易烂 所以你即使是现在买了 你把它买回家以后 也建议你尽快把它装到盆子里头 或者是放到凉爽相对干燥的地方 相比其他的裸根植物来说 这个bleeding heart的根更容易烂 提醒一下 这个是Astube 我们在说这个music garden的时候 看到一丛Astube它的干枯的花头或者种子头 冬天还能有很好的形状 那么就是这一种 这种相对要 你看它的样子 我们比较一下 就是那个还有一种 就花开完了以后 它的种子头基本上就会没有了 或者是到冬天的时候就会没有了 像这种 它的种子头又很大 另外一种是这样 你可以看出它的区别来 可以通过它的这个花的形状看出它的区别 另外一个说这个铁线帘 铁线帘是很多人喜爱的植物 它一个是爬藤 那么可以就是做成立体效果 对充分利用花园的空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它的根怕晒 就在种植的时候呢 它喜欢阳光 最好是一天在六个小时以上的阳光 但是它的根怕晒 有人就是建议呢 在它的根的前面种一些矮的 比如一尺高或者两尺高的植物 这样的话可以给它根 再一个呢 可以加帽尺 加厚一点的帽尺 根晒了以后会有什么情况呢 我这个是有过这种教训的 我试过 就是跟晒了以后呢 它的整个植株就是无精打采 最后就是晒再过分点就死了 这种也是铁线帘 这种是铁线帘哈 这个是Lily 这是Iris 这上面都有它的名字 铁线帘种的时候 你还要分 最好是知道 这几个它是分类的 铁线帘分一 分一类 二类三类 或者是group A group B group C 通常大多数建的都是B和C A的很少建 建议不要买A的 如果你要看到是group A的话 建议不要买 建议只买B和C的 无论是B 你可以到网上再查一下 今天时间有限 你可以到网上查一下 修剪方法是不同的 那么实际上对于你种的时候 无论是B还是C 头一年两年三年甚至 它的修剪方法都是把它剪到离地面大概一尺左右 这样的话促进对于B的铁线帘呢 可以促进它分支更茂盛 到以后再根据它的这个分类进行修剪 就是简单说呢 就是B的就是基本不修剪 或者在开完第一波花以后修剪 就是轻轻的轻微修剪一下 那么对于C的话呢 就是每年这个时候 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 把它剪到离地面一尺左右 因为C是每年是只开一次花 通常进行修剪 但是在多伦多这个地方 很多B类的都会被当做C类的来种植 它由于生长条件和冬天寒冷的限制 它开花也只能开一波 如果你要是生长条件好 它可以开两波 今天再说一种这种Iris鸢尾 我们在这个花园见到 或者见到邻居家种的大多都是耐旱的品种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是洗水的品种 它洗潮湿 如果太干燥的话它会生长不好 所以这个Iris它实际上分三大类 一个是早春开花的就是荷兰品种 它那个根像那个蒜根一样 我们以前说过 这种就是第二种就是洗水的 它甚至可以泡在水里长 你很常见是在那个你去公园的时候 可以看到公园小池塘边上可能就会生长这个 它很非常洗水 它需要水 另外一个呢就是洗汗 那么它就是根全都裸露在汗地上 然后耐旱 你夏天都不浇水都没有问题 就分三种 这一种它是洗水的 所以根据它的这个种类 你要给它提供相应的生长条件 或者是根据你家的条件 来选择不同的品种 这里还有很多花不能一一说完 如果你喜欢类似的视频 欢迎订阅时针养花的YouTube频道 谢谢收看 下次见